Hello,大家好,我是KingFon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呢,我也是已经有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 然后最近呢,也是粉丝到达了很一定的数量 然后之前答应大家8888个粉丝的那个礼品呢 我会在之后那个视频里面进行一个抽奖 这个视频的话就,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其实也是不想脱根的 但是我最近因为那个素材确实都被卡在日本 没有办法,所以说只能等10号那个PTCG那个东西了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在动物之森里面,无人岛里面 如果你遇到狼猪岛,怎样快速抓到狼猪 这个呢,是我在这个里面刷到的一个纯粹的狼猪岛 然后这边呢,其实是有很多素材的 然后先跟大家讲,进岛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这边的树啊,石头啊 石头都敲碎,树都砍掉,然后挖掉 然后花和杂草都剪掉 这样的话呢,能避免你的那个 就是阻挡你视线的那些东西嘛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地上呢,其实有很多狼猪 遇到狼猪呢,我相信不会去直接冲上去抓 因为那样的话,它会冲上来,然后你就会直接被它打死 一般的话呢,我们会向前进一步 然后狼猪的两条腿呢,它就会伸起来 在等到它腿放下的时候,你可以再往前进一步 然后它的腿又会再伸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进一步,然后它伸一下 然后你停一下,然后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挥动你的这个补充网 然后就能抓住这个狼猪了 但是在这个狼猪岛上呢,其实这样的效率不是很高 因为你经常能够发现有些狼猪 它是三五成群的在一起的 你如果抓到一只狼猪呢 其他的狼猪它会冲上来 然后你就很快就死掉了 然后你要死掉以后再复活 看这个动画,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 花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在任何岛层都可以用来抓狼猪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可以让狼猪不盯到你 首先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岛的中间 挖这一个公字形的这样一个挖洞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吸引狼猪 然后让它跑过来 然后我们绕着这个公字形的这个圆圈跑就行了 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狼猪它就会往这边跑 然后我们到这边来 就可以看到狼猪它一直在那边不停的打转 然后呢,我们就挥动我们的捕虫网 然后抓住时机把狼猪抓到就行了 这样的话也不需要你去演击手快 然后遇到多只狼猪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就吸引狼猪让它跑过来 然后就可以抓到狼猪了 然后我轻测的话 这个抓狼猪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基本上一分钟就可以抓四到五只 然后如果你运气比较好的话呢 可以看的 因为你看它就直接跑过来了 如果你的那个伸手比较好 因为它狼猪在那边打转嘛 你要抓准时机然后抓它 如果你的时机比较好的话呢 我感觉刷这个狼猪速度还是很快的 然后呢,就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也都知道 怎么样用普通的素材导来制作狼猪导 就是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树木什么的全都砍掉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狼猪就会自动刷新 那么就是这期节目的这个内容啊 然后也不是为了水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还在 然后之后我也再更新一系列的视频 最近疫情期间真的是遇到了很多事情 所以说就是也没有跟 很对不起我的那些粉丝朋友 那么这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就是我是你们的King Phone 我还依然健在的 拜拜